欢迎来到回老师说唱歌频道 学唱歌练唱歌 哼鸣练习是必做的一个环节 练习它有以下这六大好处 如果你没有意识到不知道它的好处 那就达不到练习的最佳效果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说一说这六大好处是什么 也请你记下来 方便自己在练习的时候提示自己 有句话叫做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方法做对事半功倍 没错吧 首先这第一个好处就是通过哼鸣练习 可以让我们得到最佳发声位置的感觉 以鼻腔为主口鼻一起吸气向上吸 我们还可以这样做 向上吸 这个动作的关键是要获得明亮集中的声音 吸气发声时你的气力要给到眼睛的后面 送到头顶站住它 再给我做一遍 请记住不要让声音停留在鼻腔里 吸气之后用气力把声音带到眼睛后面 送到头顶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通过哼鸣练习找到发声位置和气息配合的感觉 把这种感觉运用到歌唱之中 第二个好处就是哼鸣练习 不受下巴、嘴、舌头和口腔的干扰 经过反复的练习和强化 会使你的气力和声音很好的结合、顺畅 不再会挤卡 这第三个好处呢 就是用哼鸣练习进行音阶的上下移动 俗话说我们叫遛嗓子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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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快速移动练习 会使你的声音轻巧、灵活 这第四个好处就是做哼鸣练习时 保持深吸气 腰肌来控制气息 不但使气息均匀 经过反复的强化练习 也可以使气息灵活、顺畅 声音轻巧、有弹性 除此之外 这第五大好处 就是通过哼鸣练习 可以减少嗓子受到损害 可以使我们的发声位置得到提升 找到最佳的发声位置的点 那我们智润的喉咙 那我们智润的喉咙呢 就不再受到强大的气和声的压力和压迫 对治疗和改善声音嘶哑 嗓子容易疲劳 可以说是有着神奇的功效 另外这第六大好处 就是通过哼鸣练习 有明显的改善下巴紧僵硬的毛病 做哼鸣练习时 张开嘴座 闭着嘴也可以 但要用气息带动 嘴巴要松弛的闭上 也可以动着下巴来练习 最后我再提示一下 第一点非常重要 是基础的内容 把第一点的状态做对 后面的五大好处 你才会有体会 如果要尽快地改善自己的声音 建议你每天做一做 我是回老师 学唱歌慢慢来会比较快